我发现我们夏天所有女生的衣柜里最多又最百搭的其实都是白T 白T这个东西吧 它如果选的不好的话 穿上去的感觉很参差不及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白T 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 怎么选到一个好搭又百搭的白T 就如果想要选到一个比较好的白T 就看三个地方 一个是领口 第二个就是肩线 最后就是看面料 所以我们先从领口开始 我找了两个我们日常比较多的那种领口的范围 一种就是本部类型的领口 另外一种就是拼接螺纹的那种领口 就先从本部的开始跟大家分享 很多时候T恤不管是圆领还是V领 因为它开的特别开的时候 我们的斜方机以及我们整个后背的骨的地方 全部都会露出来 就穿上去莫名的很显胖 而且整个人很没精神 那其实就跟我们的领口的横开度有关 所以我们测试下来就是比较建议大家 就是想要遮肉同时显瘦 但是又服贴的那种尺寸 是控制在22以内 你看哦从这儿到这儿 它大概就是在22的宽度以内 这种就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领口我们最在意的就是 要让它不变形 而且领口一变形的话 这件T恤就会显得特别没有质感 单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大家 就是在选螺纹的位置的话 一定要选择这种 你看领口它有两个加固线的 然后后领子这个地方 同样有个加固带的 这种它就会在领子的地方 更不容易变形 但是如果是选择不太好的 你看哦 如果没有加固带的话 就像是另外我们的第一版 你看哦 它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两条缝线 所以这种洗完之后 我们的领子很容易变成那种波浪纹 它就洗完之后就很容易变形 所以如果想要那种T恤 更不容易变形 更贴合我们脖颈处的话 那就选择两个加固带 本部的宽度 大概是在一指宽的这个位置上 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接下来第二种 其实这种领口也是比较经常见的 这种很经常出现在 比较潮牌的T恤上面 你看哦 这边有两条加固带 同时它领口的这个位置 有一定的厚度 加上有一定的弹力 它这种就比较不容易变形 但是像另外的这个哦 它领口的位置 整个没有加加固带 虽然它拼接了这个地方 但是它这种洗完之后 整个非常容易卸 这种就是基本你穿一个季度 到明年就穿不了了 你看它的领口会越洗越大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领口不管是什么领形 它一定在前面跟后片 都要有加固线 两个加固线的话 就能让领子更不容易变形